把这些全部串在一起 然后丢到这个 丢到A1的这个地方 那这地方的话要怎么做 首先当然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第一个当然就是回圈 那我们因为有蓝有列 所以先列 for I等于1到19 所以这边有19列 那因为这个地方 如果要向下侦测可能有问题 那有同学会说 老师那这个地方 如果我真的想要 要侦测的话 有什么方式可以侦测到 它最下面一列 其实当然你可以倒过来 如果你底下有中间有断掉的话 你可以反过来 我们本来是从上面往下侦测 那其实如果你想知道 你最下面一列在哪里的话 你刚好可以倒过来 你可以从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是2003的档 它最下面是range 65536 你可以control向上 control向上碰到的不就是19了 对不对 也就是说如果你中间有断的掉 但是你一直想要知道 到底你最下面一列 到哪一列的话 那我们颠倒一下 我们从最下面往上侦测 也可以知道它这个19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顺便停一下 这个19其实可以怎么样 把它写成这样子 range 比如说我这个是2003的档案 所以是我可以从这个A的65536 当然如果你是2007以后的版本 是那个xlsx的话 它是1048576 OK 当然你可以给它一个很大的数字也可以 然后向上侦测的话就是end 然后刮糊 刚刚本来是down对不对 我们up就可以了 up之后给它知道什么讯息呢 它那个列是哪一列 roll OK 有没有 这样不就OK了吗 所以如果将来你的范围不是连续的 但是你又想知道说你最下面那一列是哪一列的话 可以反过来侦测 OK 那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来看一下6536 那这样是不是就可以抓得到 基本上像这个 我们可以cntl加区printer一下 这个问号就print 把这个东西print出来 然后enter一下这个地方enter一下 19有没有 底下就告诉你 那这个即时运算是从检释里面的这个 即时运算 这边有我习惯是记那个cntl加区 然后有些变数 或者里面的值你不知道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去把它print出去 OK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我就知道 像最下面那其他的话帮我把它串接 那串接的方式就是一个i指的列 J指的是蓝 1到4蓝 然后全部帮我串在一起 因为sellsij嘛 对不对 前面有用过 就指的是里面的资料 帮我暂时放在s里面 然后呢再帮我存起来 OK 这个刚刚前面有用过 只是差别就是后面有个分号而已 然后 然后最后的话呢 可能会需要什么 里面呢会有个问题 就是里面会有空白 那这个空白我要怎么把它取代最快 其实 这边的话呢 我是用了几个方法 包含就是说呢 我可以用VBA里面的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话是用那个什么 VBA里面的replace 那这个replace你只要给它的自串 那你要取代什么 取代空白 取代成什么 没有 OK 所以自串 要找什么 取代成什么 OK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要用那个 像 Essal里面有一个函数 然后叫subtitude 其实也可以取代 那其实做法一模一样 只是说如果你不知道VBA里面有这个replace的话 你可以用subtitude也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 那取代完之后呢 再切到百加性2 并且把这个s呢 放在 因为已经切过来 所以rangeA1前面就不需要加上那个 这个sheet的名称 所以这边部分的话 我们全部就是把它执行过 然后这边的话 把它replace 目前的话 你可以control g 你会发现 把那个s给print出去 这个print enter 你会发现这中间是有空白的 那如果说我今天的执行这一行按F8 执行完之后 我再print出去 你会发现他的空白就不见了 表示这个这一行已经帮我把那个里面的空白全部去掉 再切到 有没有百加性2这个地方 这个工作表 然后再帮我把s给放在A1 放上去了 结束 OK 所以这地方的话 文字累加大概是这样子 那做完这个部分之后的话 后面当然有一个 两个功能 可能也是蛮常会需要用到的 第一个 如何快速删除所有的空白列 这个所有空白列 当然不是只有 单单是一列 可能有两列三列 那我如果希望快速删掉它的话 特别注意 增加 其实这里面的程式也只有三 也只有回圈 逻辑判断 再加 那个Raw 所以这地方会需要知道一个物件 叫Raw加S Raw死 的物件 那哪一列帮我删掉 这第一个概念 第二个概念 如果你将来要删除列的话 我建议你 要从下面往上删 不要从上面往 因为你如果从上面往上删的话 假设你第二列删掉的话 你会发现 它的本来的列会整个怎么样 你会发现 变成删掉第二 本来的 接下来应该第四 结果呢 它就位置怎么样 就变了 变第三 那怎么办 你又变成要什么 把那个列数要加一或减一 麻烦 所以我建议你颠倒过来删 那怎么颠倒过来删呢 这边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看一下 删除空白列 记得哦 从最下面往上删 所以回圈的话 记得是反向回圈 特别注意哦 往后 如果牵涉到删除的话 无论是删除列 删除蓝 或者删除工作表 我都建议一定要用反向来删 不然的话会很麻烦 因为你删完它又地补 位置又变了 你实在永远删不到你要删的东西 OK 那反向的话是前面大 后面小 刚好跟前面颠倒 但是呢 前面呢 其实预设是step 1 可是如果你要颠倒 记得后面加一个step 加上负1 意思就阶层越来越小的意思 OK 再加上去 那当然呢 刚刚讲过啦 那个19 也可以用刚刚的方法 抓到19 OK 然后呢 判断什么 如果这个储存格里面没有东西的话 这个前面好像有用过 类似的 如果这个储存格里面空的 表示这一列我要删掉 那我就把什么呢 这一列 Rose 哪一列 I列 后面加一个delete就可以了 其实删除非常简单 delete就搞定了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如果把它执行过的话 他就全部乖乖的帮你把 所有的空白列 通通都删掉了 这一招非常好用 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一下子全部都做完了 不然的话 以往如果你要这样 用人工来删 这样浪费很多时间 同样的方法 像 之前也做过类似像什么 删除重复列 重复资料 很多 对不对 如果你也比对完 你要把它删掉 其实也可以把这个拿来做修改 删除重复列 那怎么样增加 增加的话呢 基本上 一样也是 也是反向来增加 可能比较好 那所以呢 我是for I等于第十列 这个十当然也可以往上增测 到第二 我一直往上增 那当然你往上增 如果上面这一列 不要再增加 所以记得到2就停了 不要再往 1的话变成上面又多一个空白列 然后最上面不要 那一样是step 负1 那如果增加 上面是delete 特别需要 如果增加的话是insert ok insert就可以了 我们来试一下 其实更简单 三行就搞定了 可以执行 做出来了 ok 所以基本上 删除 增加 才没几行程式 但是效果我觉得应该还蛮大的 而且往后你还可以再做比较复杂的判断 你工作里面刚好 如果牵涉到有关 删除列 就可以来参考这部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主要是文字蕾加 删除控白列 跟增加控白列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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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